我最敬佩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汪涵 没有之一 说起汪涵的职业 那可是人尽皆知 他是湖南台的台肚子 都说能说会倒是主持人的本分 那汪涵可以说是天分了 主持本领绝对过硬 被称为叫常王 在事业上 他是台肚子 不知带出过多少主持人 如此有语言和人格魅力的人一旦了解了 便会真的爱不是手 今天就来说一说旧场的两件小事 我是歌手直播孙楠突退出 汪涵冷静旧场爽爆了 在一期我是歌手的决赛中 这是一次直播 歌手孙楠临阵退场 汪涵冷静应对简直帅爆了 现在截曲他说的一段话 邀大家共同欣赏 我想表达的是 我虽然不同意南哥的一些观点 但我是子的汉为您说话的权利 所以当我听到那一段话的时候 我并没有试图打断 您要说的话 虽然我可以这么做 其实每一位歌手来到这个舞台 他都有权利选择 我来或者是不来 当然您自然也有权利在您认为是对的时刻 依着自己认为对的心情 做出你要离开的这个决定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一个成熟男人 在这一刻做出了这一个决定 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一个希望和请求 就是希望您以一个观众的身份 继续坐在这个地方 来看你最爱的弟弟妹妹们 想歌王的舞台进去 我也相信我们现场的五百位大众评审 已经做好了准备用掌声 来接了这位不期而至的观众 不信你听掌声这礼物 既包含了理解 又包含了一些说话的理数 让人能听明白 也能让对方感受到他的不满 我只感觉到酣畅淋漓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能够得体的先安抚住观众的情绪 再进行对这个不期而来的观众进行点评 最后处理插播广告 安排后续事宜 这么一连串下来 俨然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实在让人折服 当然知乎上有对这句话的通俗翻译 不过言语实在粗俗的等分 我也就没往这里放 当然 汪涵如此说话 确实酣畅淋漓了 至于英贵应该这么说 网络上也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样做不错 因为做得不好 就不能怕被别人说 怕说就要承担责任 就算有苦衷 也要承担责任 不过 由此 也能看出汪涵的救场能力有多强 开奖了 汪涵神回复 撒贝宁小刁难 汪涵上过一次央视的开奖了 栏目 在观众提问环节中 有一个观众提了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 也就是媳妇和妈同时掉进水里 你会救谁的问题 同为知名主持人的撒贝宁 可不会轻易放过他这位老朋友 特意给生机位 假如你和乐乐姐同掉进水里 你觉得何炯会救谁 接下来的这个答案 真的惊艳到我了 直接 汪涵眉头微微一皱 便说 他一定会先救乐乐 因为他能从我眼神中 得知我期望他做的选择 我的天 一句话 说出了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妻子 也说出了他和同事何炯 是多么的相互理解 知乎尚有一句话 说的是有时候被一个人的语言魅力 所打动是一件寄军有的事